请收看每日一字 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瓶字 瓶梅的瓶 瓶的国语注音 是颇一恩瓶二生瓶 部首是叶部 总品化是二十四化 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做西施的美女 她避跃收花的美丽远近闻迷 因为她的美丽 她的一抬手一转身 都显得那么阿罗多姿 有一天西施因患心痛的病 而污着心盒皱起了眉头 恰好被一个叫做东施的长得很丑的女人看到了 她觉得西施这个样子非常好看 很娇若动人 并且学习着西施的样子 捂着胸口 皱着眉头走在街上 凡是看到东施的人都远远地避开她 因为她皱着眉头的样子 更加重了她的丑陋 实在让人看不入眼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长得丑并不是一种弱点 更应该在其他方面下功夫 同样会受到其他人的尊敬 而不是在表面上去效仿别人 例句用法 国民党这两年不断抄袭民进党所提出的政策 以为的抄袭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累积的经验与用心 唉 这真是东施笑评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